只要一次聊天就能让刚认识上的女生喜欢上你 你信吗 你要知道啊 男女交往80%的失败 都源于糟糕的第一次聊天印象 那么要怎么去建立第一印象呢 点赞收藏 只要你理解了本期内容 就能让刚家上的女生喜欢上你 成为她的聊天之地 原地脱单 有大兄弟找到我说 除了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朋友聚会上 第一眼看到她我就被她惊艳到了 但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小 也害怕看不上我 所以就没敢去要联系方式 那天回去之后好后悔啊 给了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之后呢 有一次朋友约着一起去露营 听到她也回来 别提我有多激动了啊 我提前三天去目的地才了点 想在她面前表现自己 那次我感觉相处的还不错哦 于是不起勇气要联系方式 今天刚加上 我真的很喜欢她 帮帮我吧 那如果你也遇到情感问题 可以来找我聊聊哈 看到这儿呢 我第一时间给大兄弟发去了消息 我告诉大兄弟 你怕这个潘娜 就不怕她哪天带一个男生来告诉你 那是你男朋友 现在很紧张啊 我告诉她没关系啊 现在开始像个爷们一样勇敢起来 之后啊 我给大兄弟解析了一些感情的问题 顺便呢 帮她设计了新发型 新穿搭 还帮她重新装饰一下朋友圈 让她迎接崭新的开始 下午呢 我让大兄弟给女生发 好久没和女生聊天了 有点紧张 女生回了紧张什么 我让大兄弟接着说 都说表面长得越好看的女生 内心就越凶 像这样的 或者这样的 能不紧张吗 我们用了两个很夸张的表情包 赞美女生的同时呢 让两个人处于一个轻松的聊天氛围当中 女生对你的好感自然不会太差 所以说兄弟们 机会其实就在身边 重要的是看你怎么去运用了 女生这里回了 啊你滚了 我可没看出来你紧张 说话一套一套的 兄弟们 这个就是效果 女生情绪瞬间就起来了 那既然女生情绪不错 那我们就趁趁追击 再撩她一下 那我是得少说两句 不然怕房子太多 咱俩搬来搬去累得很 这里的女生回了 谁要和你搬家呀 话言巧语的 都不知道骗了多少个小女生吧 看似女生生气了 其实不然 她能问出这个问题呢 就说明她比较认可 这个兄弟的聊天氛围 所以就开始试探起了 这个兄弟的感情史 担心这个兄弟是一个渣男 这同时呢 也说明了这个女生 开始对大兄弟感兴趣了 往上大兄弟回 会不会聊天是情商问题 而渣不渣是人品问题 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呢 而且你怎么竟把我往坏了想 我看起来像坏人吗 我们可以直接化被动为主动 把问题抛回给女生 这里女生回了 哈哈没有了 这不是刚认识还不了解吗 再说了 我一个弱女子 警惕点不是应该的吗 女生这里主动说出了 彼此之间的陌生感 很多兄弟就不知道 应该怎么接了 这其实反而是一个 很好的信号啊 毕竟能说出口的顾虑 反而不值一提 说明女生对这个兄弟的聊天是不反感的 拉近关系的第一步就已经成功了 那我们就向感情方向靠拢 往上大兄弟继续回 那你要是因为你的警惕性而错过了我这么有趣的人 那就是你的损失了 女生这里回了 有还挺自恋 不过这点损失我还是承担得起 这里啊女生看似在推拍 但是注意忧这个语气词 明显多了一点打轻骂俏的感觉 显然他是愿意给我们讨论感情方面的问题 那么到这里我们就直接回 你这么说虽然感觉挺豁达的 但我还是挺心疼你 女生回了什么意思 我们继续说 就与其说是你比较豁达 倒不如说你是害怕失去 所以干脆选择不开始 毕竟只要不开始 就不用承受失去的痛苦 我们在这里啊 一肩见血的指出 这个女生不敢开始的真正原因 目的呢就是为了 让这个女生彻底的向我们敞开心扉 过了十多分钟女生回了 不开始有什么不好的 只要我不开始 就能够挡住很多不真诚的人 我们这里也会 可是这样会让带着真诚的人 也被你拒之门歪呀 兄弟们记住啊 永远不要带着自己的观点 去说服别人 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所以我们这里呢 没有去反驳女生 而是表达了我们的真诚 只有这样 女生才会慢慢的松动自己的内心 这里女生回了 你只是看到了我的一面而已 别给我随便下定义 再说了 靠新鲜感维持的关系 本来就不可靠 兄弟们要注意了 你们是不是以为这个女生生气了 再反驳我们 其实不是 这反而是阻挡她和这个兄弟 交流最核心的顾虑 她开始展露自己内心的想法 而只要我们能够真正的打消 这个女生心理的顾虑 那之后的聊天 一定会进行的更加顺利 我们这里回 在一起时间久了 新鲜感的确会变低 会变得没有话题 会觉得喜欢变淡了 可一味的封闭心门 一直待在原地 等着别人奋不顾身 最后也只会伤害了自己 也辜负了他人 毕竟大家都不是傻子 没有回报率的股票 肯定会抛 没有回应的人 当然也会放弃 兄弟们 要学会用反驳的态度 去打消女生的顾虑 这也是一种强者心态 比起软弱讨好表真心 强者心态 更能够戳中女生的内心 女生也更能够 看中你喜欢她的决心 并且会看到 你这个人的原则和担当 女生这里呢 过了半个多小时才说 我就只说了吧 这几次聚会的相处 确实挺开心的 我对你的印象也还不错 但我们的接触不多 你怎么就能确定 那是喜欢呢 好了兄弟们 女生已经大大方方的 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感受 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那既然如此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认真地 去面对 回报她 我们真诚的态度 才能够真正地去走进她的内心 我们这里回 我知道你对感情保守又谨慎 但刷到喜欢的视频 我想第一时间跟你分享 碰到好吃的美食 我也想要第一时间 带你去感受一下 我也不清楚这种分享于 是不是你说的那种喜欢 我总是不自觉地 想了解你的一举一动 想再多地去了解你 如果说这是喜欢 那么毫无疑问 我是喜欢你的 这句话的精妙之处就在于 我们没有把任何压力给到女生 这样的真诚 又不刻意地回答 恰恰是女生最想要的答案 女生这里是怎么回的呢 她说 但你以后万一遇到更好的呢 你也会这么跟她说 兄弟们 要知道 每一个女生都会有这样的担心 她会担心你用认识她的方式 去重新认识别人 这就是她最后的担心 而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要解决好 剩下的呀 就直接是水到渠成了 兄弟们 看我们是怎么一招之胜的 她再好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把我这个坑填满了 她好她的呗 咱俩好好种萝卜就行 这次啊 女生秒回 哼 别以为这样说了就行了 算你过了第一关 从女生的话里啊 相信兄弟们也看出来了 她已经开始接受了这个兄弟 后面呢 我又带着这个兄弟 跟女生聊了一段时间 也给大兄弟讲了一些 两个人相处的细节 给了她很多建议 而没过多久呢 两个人就直接腻在一起了 之后啊 两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在一场浪漫的烛光晚餐当中呢 兄弟如愿以偿的 为这个女生戴上了戒指 所以兄弟们 如果你在追女生的时候 足够勇敢 懂得正确的聊天思维 那你就会发现 拥有甜甜的恋爱 真的很简单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一条 想吸引人生 让她到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了 这方面的情感 你需要帮助呢 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我帮助你 如果心恰胖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结果的最新联系放手